藝人夏宇薇 日前父親離世 那麼相葬是尾由禮儀公司來處理 但一次收費是貴上了二點五倍 再加上呢 過程非常醜碎 不斷出現各種問題 因此也讓夏宇薇非常的不滿 今天出面來指控 也要對禮儀公司提告 與氣憤怒 淚水不斷滾滾流下 藝人夏宇薇和母親出面控訴 知名禮儀公司再送父親 最後一程不僅敷衍還相當草率 一個月前夏宇薇的父親 因為一場意外不幸離世 當時禮儀公司說要負責後續智商 沒想到卻是一連串災難的開始 我不確定他是可能在封骨灰坦的時候 焦用太多還是怎麼樣 反正我們的骨灰坦是沒有密合的 就為了要讓我爸爸的骨灰坦 趕快進塔位 他用膠帶黏 不只骨灰坦用膠帶黏 連連花紙上都還有別人的姓名 但其實從二月二十五號頭七開始 念經師傅就先是經文念錯 接著到三月二號滿期 師傅誤以為家屬要做白日 五位家屬的名字念錯四位 還把杯錢調入靈堂飯菜中 接著宋經師傅為了趕場 倉促要求家屬焚燒紙錢 而禮儀公司為了布置隔天告別式現場 派人撤下一照 更直言家屬敗的是排位 而不是這張照片 就是有些人跟爸爸鞠躬 但他們就突然間下跪 所以我們大家都有點嚇 想說怎麼會突然間這樣子 可是後來就是發現 其實他們做這些行為 並不是真的誠心的想要來道歉 面對禮儀公司各種出包 雖然有派人向下以為致歉 但溝通過程中卻找人偷拍 聲稱要記錄過程 讓下以為更是棄不過對方態度 對禮儀公司提告 妨礙秘密及妨礙名譽 我們沒有不回應 我們正在了解 好不好 我們正在了解 而大提告前禮儀公司只強調 一切都在了解中 還沒有做出任何回應 記者卢源如河仁凱 台北通報道